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中左右他们会回到基隆来 到时候我也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大家好好来谈一谈在今年度未来双方的交流计划 那市长也承诺未来会带一些他们八代市的市民朋友 过来基隆观光旅游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增加我们更多的观光收益 不过这个城市姐妹的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 那另外他们也提到在熊本未来有台积电要在那边设厂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双方的商务跟文化上面的交流都能够更顺畅 那有机会的话 那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议员回访这个对方这样子 不过因为我的工作刚开始 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对方来访问 邀请对方来交流 带他们市民朋友来基隆观光 促进我们的这个观光跟商业的效益 市长谢国良说 欢迎更多的八代市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旅游 也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提高基隆能见度 吸引国际友人来基隆 感受这座山海城市的魅力 振兴基隆的经济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市府发言人于志明 特别针对市民相当关心的基隆成绩转运站 文化中心美术馆 及东岸友人广场三大工程进度状况进行说明 那首先呢 第一项工程呢 就是关于这个基隆的这个转运站的部分 它是在108年的6月8号开工 预定的完工日呢 是在110年的7月21号 然而在这段期间 遭遇到了这个新冠疫情肺炎的这个影响 还有台风的影响 办理了三次的这个变更设计 把原先的这个完工日延期到了110年的12月5号 那除了上述的这个原因之外 还包括在转运站周边的这个工程 其他中边的工程案 还有后续委外的营运厂商 以及在陈博会的期间 各单位持续办理活动会刊 严重了影响到相关的这个工程的进度 那截至到昨天为止 从110年12月5号到昨天为止 已经逾期了394天 我们的这个东岸的邮轮广场 他的开工日是在110年的3月31日 预定的完工日是在111年的10月8号 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工程延档的情形呢 主要是因为东一东二码头年代久远 案体破损 以及呢 他底下的这个缆线交错 造成他相关的施工困难 那第三个呢 就是在我们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一楼的这个美术馆的工程 他目前状况呢 是他还没有报竣工 但是他已经快要完成了 原因呢 是因为先前的这个工厂 先前的这个厂商 他对于工人工地的管理不当 设计单位建材审核耗费过久的问题 而使他呢 就是已经接近完工 但是还没有报这个竣工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 我们也在 目前呢 这个承造商与设计的这个建造单位 对于变更设计的这个金额 还在协商当中 所以说未来我们也会将会督促双方来 紧速的来完成相关的这个协定 市府发言与志明进一步说明 目前三大重大工程进度虽有延宕 但接下来新市府团队 会以专业的团队来把关 期待完成的同时 也兼顾品质 给市民一个安心安全的活动空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你下一个点在哪里 突然期间金融警方动起来 警察局长张树德亲自带队 先进行请教 170名警力分区展开扩大领检 针对KTV 卡拉OK 电玩等帮派 一聚众场所加强领检 本局是执行20点到24点 那因为因应加强 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它是从1月1号的22点开始 到1月30号的24点 有30天 那有三大主轴 就是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那多重点就是在 这个打炸 那个亲楼专案 以及亲缘2.0 那务必将将我们的辖区的治安把它进化 那交通就是加强风景区 易拥塞场所的交通疏导 那就制造一些 这个标示牌 如果拥塞的话 就请这个驾驶朋友要改道 那民众安心的部分 如果民众有举加外出 我们可以通知辖区的拍手 在附近适当的地点加挂巡逻箱 加强巡逻手 那如果在春节期间有大笔的现金 也可以申请復钞 警方维护年节治安 也传出了破案好消息 一名男子在路边 突然被三名自称兵刑警男子领检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强行打开门 要他下车配合调查 男子觉得不对劲 不肯配合 没想到对方硬是把他拉下车 包包被拿走 连同车子都被抢走 留下男子大声呼救 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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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七堵区 日前发生一起抢夺案 被害人损失一辆车 还有包包内的现金50万元 警方成立一专案小组 一路追到台中抓人 本分局于跨年夜时 接获民众报案指称 遭歹徒 假冒警察 以领检的名义刑抢 我们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调阅监视器 并查知相关嫌疑人 那立刻向法院申请 拘票及搜索票 并在 丰元分局的配合下 在丰元市 逮捕陈姓等三名嫌犯 该等嫌犯在落网的时候 坦称抢夺犯刑 全案依抢夺罪 移送地检署侦办 嫌犯在睡梦中 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逮捕 除了依照抢夺罪嫌 移送法办 警方还要调查 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记者黄绍明 记录报导 那我们这边呢 也请我们理事长 一起来动手DIY 大明虾去壳 仔细剔除藏泥 立一头锅子里 冷油爆香 加入葱蒜 专业拌炒 长厨的不是厨师 而是基隆在地议员张浩瀚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 我们基隆去会 简介会理事长 是不是可以请理事长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用 我们在地 最新鲜 然后我们本港的食材 提供给我们 所有的一个好朋友们 那来了解说我们基隆的这样 我们现在在这个当季呢 有哪些好吃的海鲜 那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那买回去 那提供给我们家中 大大小小的好伙伴 大家一起来享用 首次在镜头直播做菜 张浩瀚化身型男主厨 当起的直播主 基隆区域会理事长 简介会也加入 要用基隆在地的新鲜海产 来做年菜 我们就即将完成 我们的一个 明年好运来的 我们的幸运虾 今年的大名虾量还是很少 但是 我们台湾人 过年的时候都要用正好菜 大名虾 因为大名虾是红色的 所以有红印当头的气氛 所以说每个人都要用大名虾 在年纪将近了 我们也希望说借由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烹饪的活动 来推广我们基隆在地最新鲜的食材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烹煮了大名虾跟红条 都是我们在地本港最当季最新鲜最好的食材 希望说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来享用到我们这么好的食物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也希望大家都能红韵当头 让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 那这边也诚实的推荐大家 我们基隆区运会所捕捞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食材 在地基隆区运会理事长简建辉 手艺不遑多让 采用一斤重的红条石斑 下锅清蒸 两盘喜气爆棚的年菜 端上桌 不只好看又好吃 非常感谢我们的简建辉理事长 提供我们这么好 这么新鲜 这么在地的食材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料理的烹饪 那就是希望说让大家除了了解 我们既有哪些食材以外 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新的方式 来烹饪我们接下来过年家中 可能会要料理到 过年我们可以推出新菜 给我们家里的 不管大大小小长辈 能够享用更新鲜 更不一样的一个料理 快过年了 民众采买年货 不只能上街采买 直播也是一种选择 基隆区域会行销在地渔货 透过直播教学 抢供年菜市场 记者黄绍铭记用报道 位在七堵光明路上的铁道公园 早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地点 不过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和当地里长都认为 铁道公园可以效法宜兰火车站对面 的吉米公园 周边摆著名插画家或是漫画家的人物造景 月台区则是可以规划放置火车车厢 贩卖忍热营等火车造型特色美食 让游客可以有遮阳避雨休息拍照的地点 另外旁边的七堵车型地下道里面 也可以用水管灯加以灯式美化兼顾车型安全 进一步活化利用铁道公园及周边环境 打造成为网红网美拍照打卡景点 才能吸引更多人潮进来七堵区中心 这一带观光消费 活络七堵商圈经济 我们这个百年的文化古迹 那有很多的乡亲反映说 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真的没有善家去活络它善用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铁道公园 真的它的整个周边的这个环境非常的优美 那我发现到说宜兰他们在这个 就是火车站周边的这个一些元素 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是觉得说我们市府 是不是能够针对我们这个七堵铁道公园 是在这个铁轨上面是不是可以跟台铁 就是说商量说有一些旧的一些火车车厢 能够让它就是活络 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冷热营的一些餐厅 包括一些台我们后面有一些轨道 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 类似像宜兰这个吉米娃娃 整个让我们去乡亲 包括这个外县市的民众来打卡 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 包括我们旁边这边 有一个这个七堵的这个地下道 那有民众说这个灯光很暗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 就是投射灯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个 行车人的一个视线的一个危险 那是不是可以用水管灯 就在我们这个七堵地下道这边 让这个整个外墙美化 那我也是当然希望说市府 跟市府建议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周边这个沿街 就是我们铁道公旁边这个整个人行专道 是不是整个整排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们整个就是说做成这个像吉米公园这样子 一直延伸到七堵火车站的商店街 像台点梦工厂一样 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商品的元素 很多人外线市来这边录营 然后上节目来这边拍摄外景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不错 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善加利用这块地 来吸引光光客 来增加我们附近的商店的裁员 这周边的裁员 所以我是希望市政府考量一下 能够把我们这边的七堵车站 那个铁道公园再加强的美化 来活动一下 杨秀玉进一步指出 如果可以把铁道公园重新塑造成功 带入更多观光人潮 也可以连带把人潮导入对面的 七堵南新市场里面 吃美食小吃以及购买农特产品 或是到七堵火车站一楼消费购物 连带让更多商家愿意进驻 目前空荡荡的七堵火车站一楼商店街 正向循环 打造铁道公园南新市场 以及七堵火车站金三角商业观光娱乐区 带动七堵经济再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安问好 谢谢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又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关系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我猜的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尽管下着雨 还是要来当航海王 首要任务 就是要看懂雷达回波图 接下来感受舵的力道 跟着教练指示 开心出航 来小艇码头 它的码头是一个 M字形的 好 那我们这边雷达打出来 它也是一个M字形 用开车的经验在开船 真的距离好远 所以 但这个体验非常棒 虽然有空 风有雨但是 很全新的场景 今天风雨中大家来说 都是一群很有乐成的学生 对这回过去 好 非常感谢 要不断的练习 还要动竹仙机 才能开得平稳又好 开设水域安全救难挺伐 与动力载具训练的课程 除了响应海洋政策外 更要增加各级学校教师的 水域安全自救与救援能力 这个基隆人的教师 过去都一直在做这个 无动力载具 那今年就接接到动力载 去增加这个救难挺伐的训练 也透过老师在带领学生的过程中 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救难的技能 以及这个动力船的航行的一些知识 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用意 滑海 青海 爱海 从教育扎根 透过系列活动带动台湾海洋教育 及相关产业发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画面现场是仁爱国小礼堂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地来参加基隆社区大学秋季班成果博览会 在社区大学校长蔡素贞的引导下 小爱爸爸谢国良到每个课程摊位参观作品 也受到老师与学生热情欢迎 一起拍照合影 看到热情的社大成员们 谢国良也请大家之后见到面 叫他小爱爸爸比较亲切 亲切亲民的形象深植人心 小爱爸爸谢国良也颁发教学奉献奖 给在社大服务的罗黎儿与刘金莱两位老师 并以自身经验鼓励所有市民朋友 保持不断进修学习的心 让视野更开阔 我从进入社会 后来我再去念研究所 回到职场参选公职 再进修第二个硕士 然后在这过程中在参与爱生豪 及奖金的再学习 我是一直都在努力 一段的终身学习 希望能够跟各位请教学习 一起努力 那国良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参加 我们社区大学一向都是办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让不管是进入社会的成年人 还是希望再度进修的朋友们 都能够有效地继续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大家的成果展 我们是非常开心 我们希望社区大学能够继续扮演它的功能 能够继续让我们社会上更多的人享受更多好的教育 谢谢 那么这一次秋季成果展 我们集结了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5点 不断线的成果展业 那么各个摊位都集结出 他们整学期非常丰硕的成果 那中间当然也不乏有很多的服务性的社团 他们如何透过社团课程 去做整个社区的营造跟服务 我想跟着小爱爸爸一起打造有爱的基隆 那同时兼顾整个终身学习的一个拓展跟开发 我们希望说以城市作为学习的祭典 让这些课程能够散夺在基隆七个区 去打造一个学习型的城市 这场设大秋季班的博览会 动静态的课程展现丰富成果 现场也进行112年春季班的报名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探寻 基隆社区大学20多年的办学绩效卓越 小爱爸爸谢国良也鼓励大家 活到老学到老 丰富生活的每一天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帅气更换弹夹拿起枪支帅气十足 再掏出警棍展现气势 每个动作流畅迅速 对这个一定要去 她是基隆首位女射击教官林佳勋 最近这张帅气持枪照片引发讨论 眼神知识都很到位 24岁的林佳勋 不仅涉及技术一流 外形还酷似女心陈婷妮 亮丽的外形下 被封为警戒陈婷妮 她还是2023年 世界警消运动会储备选手 你的手指的作动 你平常其实就要去训练 你的扳机扣动的方式 就是要自然的平稳的 去做扣动的部分 对这样子其实就会 维持住我们射击的稳定性 毕业之后就是在工作场合 或是遇到民众或是同事 那就是大家会 有时候会跟我说 你长得很像陈婷妮 那尤其是陈婷妮 火神的眼泪上映爆红之后 就蛮多人就是会 传她的照片跟我说这样 好台湾先叫 先叫来先叫 两天 你绑关起来一点 你也在这 热爱运动的她 正在撞浪板享受前行的快感 换到室内上了攀岩场 林佳勋一样假轻就熟 而这一张骑着重击的照片 帅气更是百分百 其实做这么多训练 大家其实最 还是最不希望的就是用墙 就像我们买车子保险一样 我们买了这个保险 但我们还是最不希望用到这个保险 所以警察这个包含不管是手枪训练 或是其他综合逮捕所训练 我们其实只是在 为了我们警察真的遇到真的危险的状况的时候 只求一份自保 因为她本身有在训练 然后在执行上就比一般女生还强势 就跟一般男警一样 就逮捕压制什么都是 比一些女警比较有强势 正媒涉及教官 热爱户外运动 通通难不倒她 外形酷式女星陈婷妮 也在网路引发讨论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这个区域环境 我们大概会取九个点 就是把它当一个方块 然后切成一个九宫格 然后再每个 然后我们会以桌面环境 去做量测 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人员 将照度机依序放在会议室的九个地点 进行照明检测 希望确保上课学员的视力健康 没有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去碰触它 另一位同仁则是到机电室 打开配电盘 先用目测确认线路与接点外观 再透过红外线热显像仪器 检测用电温度是否正常 比如说像这一边 这个是接地点 看起来是温度有高一点 可是它跟周温相对的 这个温差率也没有很大 所以说是正常的 这是台电台北市区营业处举办的 公益敦青慕林活动 在过年前夕 特别向喜安儿基金会购买多项联菜 再将联菜与物资赠送给专者 照顾心智障碍者的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附设永爱发展中心 满爱心送爱心外 还提供专业检测服务 让永爱发展中心安心过好年 过去这一年对我们台湾也好 对前世上是一个疫情变化很大的一年 那对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那台电秉持这个社会责任 那把这个爱心希望照顾到最需要的身上 所以我们透过公所的协助跟指导 那我们找到那个喜安儿基金会呢 想说我们一些需要像第一基金会 他们辅助的对象呢 需要一些吃的 最需要的是吃的东西或营养东西呢 我们可以送福到家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台电也是注重 这个有电物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洛斯坦里 他的用电场所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提供一些用电安全的检测 照明的检测 希望说他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 安全的环境能够照应一下 台电的善行议举 让成立将近15年 目前服务40多位心智障碍者的 永爱发展中心方面相当感谢 一方面就是说在社福组织 我们专业是照顾孩子们 那台电用他的专业 他的Talent来服务我们 然后帮我们做一个节能的用电 宣导跟教导 还有就是说教我们一些用电安全 那我觉得很好 再者就是说 他也结合了庇护工厂的爱心物资 然后来给我们的孩子使用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在营运上 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台电 这样一个好的社区领域 对于台电不只提供稳定的电力 还主动回馈社会 到场的台北市信义区区长陈冠林 与当地山里里里长翁信利 都非常肯定 非常谢谢台电就是特别找到我们 信义区的这个第一基金会 那一起来做这个年终的送温暖 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刚刚也看到我们台电 非常用心的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物资 而且这物资还是特别跟喜憨而买的 那等于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善的循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活动 它是一个抛砖引玉 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弱势的 这一些族群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台电现在办这个活动真的是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还是希望多多要宣导 台电方面也期盼 借这项活动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鼓励更多社会资源 共同投入关怀社会弱势 让爱的循环不间断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